中国有的邻国 统一六国以来 中间有过几次变动 然而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他的统一行动 应该说是手工一介 汉朝 唐朝以来 中国的封建社会 一直处在开疆拓土的大趋势下 只是到了晚清社会 由于清政府的无能 开疆拓土的动作 由此停滞了下来 并且还不断丢失中国的地盘 其中最为凶残的就是沙俄 前后从清朝政府手中掠夺走了 将近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仅是这些土地 如果成立一个国家的话 在世界范围内 也算是一个大国家 沙俄之后 列强们也蜂拥而上 在他们眼中 清朝政府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大肥羊 红烧也渴 清蒸也罢 只要有本事 从他身上割下一块皱 来 随意自己除智 当时的英帝国 当他们的势力向南亚扩张的时候 眼睛就盯上了 还臣服于清政府的布丹王国 谈到布丹的历史 还要从唐朝时候讲起 最初的布丹 受土藩的控制 也就是今天西藏地区 那个时期的土藩 实力强大 即使是武力值达到巅峰的唐王朝 也不得不采取和亲的政策 来拢络土藩 柔坚强 刚毅者 和亲的手段 有时 效果反而比达达沙沙更好 也更为长久 等到了元朝之后 强盛一时的元帝国接管了西藏 所以 从元王朝开始 不单连同他所臣服的西藏 一起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领导和控制 尽管在地域范围上 不单处在喜马拉雅山东段一带 靠近印度 但中国封建王朝 却是他们的老大 英帝国的势力延伸到南亚地区后 他通过殖民扩张运动 逐渐控制住了印度 然后又开始在不丹和西藏这里调适 虽然对西藏的阴谋他没有得逞 不过也有 所收获 这就是成功地将不丹从清朝手里分离了出来 对于不丹王国来说 他作为大国的棋子 也是身不由己 实力决定一切 先说国土面积 不单的国土很小 只有三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放在中国 至多是两个地级式的面积 确实是个小不点 这样的国土 加上它本身长期以来并不发达的经济 因此 想要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维护领土的安全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处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国之间 生存更为艰难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 所以 不单就只好任由英国摆布了 后来二战结束 印度时来运转 脱离了英国的控制 并延续英国的传统 继续依靠自身的影响力 来控制不单 今天的不单 外交方面由易度指导 自己无权决定反国的外交事务 这种畸形的关系 也真够奇葩的 可能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所以在联国中 不单至今为何中国有外交关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主持人 那边 青露英国的监制 如果您需要您 подоб bell 他在联络中 请查看更多质 我们的主持人 对